這個床的高低 這個床如果說是工作人員比較高的話 那它的高度是不是就不用這樣 彎的這樣 我們以前是舊室的都是固定的 礦工醫院護理人員說明洗澡床的功用 給市議員林敏勳了解 對於幫助行動不方便的長輩洗澡 特別好用 由於北部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緩 醫護人員功不可沒 機動市議員林敏勳 特地媒合企業 城城有限公司 捐贈10萬元 購買一張價值7萬元的洗澡床 以及氣墊床等長照物資 和150個精美便當給台灣礦工醫院 感謝醫護人員的辛勞 物資上的裝備 跟一些實際上所需要用的物資 都是由王董這邊來做提供 那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提供了礦工 有10萬塊的物資 那今年一樣 王董再捐出了10萬 然後捐給我們礦工醫院 包含購買了這個 給長輩 專門給長輩使用的洗澡床 這一台架子就要7萬多塊 那還有氣墊床兩張 那以及我們有150顆的便當 要慰勞我們的醫護人員 那希望說可以為我們的醫護同仁 來做一個加油打氣 那因為疫情這兩年以來 真的造成 我們不只是民眾上生活的不便 那最辛苦最辛苦的 當然就是我們第一線的 這個醫護的同仁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 媒合更多的單位 那給予這些第一線在打仗 在面對疫情 跟病毒作戰的這些醫護人員 可以有足夠的裝備 跟一個精神上的一個慰藉 所以說我們就是來 募集這些物質 媒合各單位來贈送 那我們也會持續 不只是礦工醫院 那先前還有這個長根醫院的50萬 那以及其他衛生所區公所 環保局等第一線的單位 我們都有持續來做 媒合捐贈的這個物資的活動 礦工醫院表示疫情趨緩 願方一方面繼續防疫 一方面不忘記照顧長輩 因此非常感謝 李敏勳和成城公司 王文淵董事長力挺醫護 照顧長輩的愛心 那我們一方面在防疫 一方面我們還是 不會忘記我們的長者 那這一次很感謝 成城股份有限公司的 王董事長跟李敏勳議員的牽線 那提供了洗澡床跟氣墊床 都是對我們長者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感謝跟感恩謝謝 市議員李敏勳也強調 如果礦工醫院有任何需要 將會持續 媒合企業和社會各界 全力協助幫忙 力挺醫護人員 照顧民眾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